老闆, 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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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眼 不只養和一家 我爺爺活了七個孩子 有些街坊對我們真的很好 好像親人一樣 但他大排檔、茶檔 吃到的就是他那種人情味 香港僅如二十多斤大排檔 而這個茶檔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妹姐 我做了大排檔 從1979年到現在, 足足43年 從1979年, 以前我們是賣雲吞麵 爸爸從窩仔街搬過來 搬來這裡, 轉了行業, 賣咖啡 做了四十三年 一向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幫父母 直至做到爸爸老了 開始六、七十歲退休 我們每次都做 一出而作, 日入而息 就是茶檔的日常 每天都是這樣煮水 有水就有生意做 然後煎豬扒, 煮牛肉 蔥茶, 焗咖啡 我哥哥和弟弟負責 早上五點多鐘下來開檔 我負責起檔, 葉豬潤, 還有煮麵 我現在就… 沒有分什麼部門 有事就要做 什麼都要懂做, 下手下地做 要不就不是做生意, 做新生意 就…什麼部門都是你的 你不齊心就散開 一個檔口 蓋房子也不是一個人蓋 都要團結才能做 這個茶檔亦是熟客生活的一部分 一個位置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種很大的滿意 在十幾二十年前 我剛出來做電台 晚上下班, 可能點幾兩點 已經沒什麼地方可以吃到宵夜 它還要開, 所以很多時間 我下班就會過來這裡吃碗餐蛋麵 然後喝杯凍奶茶, 凍檸檬水 然後才回家 我吃老婆 是 吃豬扒豬潤蛋麵 凍檸檬水酒店 好 謝謝 吃豬扒豬潤蛋 很棒, 會煎得有點凍凍 另外那些豬潤, 我又喜歡它 因為有些人喜歡那些很大塊 很厚, 很滑身 我反而喜歡這隻 這隻豬潤是小小片, 三角形 然後咬下去好像有一點起沙 然後很重的豬潤味 差不多是隔天來的, 是不是 隔天到 最喜歡吃什麼 在這裡 這裡 豬扒, 豬扒麵 還有牛扒 這裡有沙蝦麵 用心去煮就好吃, 不會 都是豬油糖鹽粉、酒 黑白焦碎等東西 為什麼這麼多地方不吃 要選這一攤? 因為這裡有些人聊天 我為什麼特別喜歡大排湯 是因為我小時候已經開始吃大排湯 那時候小時候是幾歲 我以前是住在西勤盤 樓下已經是一個大排檔 還吃魚蛋粉、牛腩河、牛扒葉 我媽媽會跟他吹嘴 已經跟老闆建立了一些感情 他看到我又說 不用上學嗎?考試考成怎樣? 你心想要讀書嗎? 這些街坊聊天 我很喜歡…很喜歡這種感覺 現在街坊對我們身體很好 好像親人一樣 是, 小時候下來吃的 他們看著我長大了 你兒子剛吃完就離開了 因為兒子趕著上學 我長大了, 現在開過就有下來的 以前我們有水浸 這裡的腳要放起來 水浸怎麼樣? 這樣吃東西, 放起來 放起來腳, 他有他浸, 他有他吃 是 他們那種情懷是… 譬如你喝了一杯阿貝毒檸水 你喝光了, 他會自己泡 你為什麼要加水給你? 你喝一杯也有, 你叫了一杯而已 但是這一種的親切感 不是餐廳可以這麼容易給你 就算好幾年前也是 你一個星期就開六天 逢星期一休息 之後一天是二十四小時 就是到天亮, 也是這樣做的 三、四年前還是這樣做 因為現在的哥哥哥都已經老了 有些中了風, 有些有病 也不做了 我們當作做, 給回生活費 這個攤檔也是爸爸的遺產 因為這個攤檔是大家熬回來的 不可以說是你, 有我, 沒有這樣 這就是意思 茶檔就是我們的家 這樣打完風回來 所以我們不用說 每個人都會下來看看這個攤檔 有沒有吹軟, 有沒有爛 有沒有東西要撿補 有沒有打爛帆布, 要一起… 不用說話了, 馬上看到了 自動自覺, 會關心家 剛才我聽他說感動的 對, 這些就是他們對這間茶檔 那個的中愛, 那個的齊心 其實是他們的家 這個是他們的家 危機, 都是現在的疫情 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 那時候的市場都會下跌很多 因為人們沒有工作 社區重建現在就變成沒有人流 熟客都搬走 就比以前更安靜了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是差不多裝修大翻身 有幾個月沒有開設的 差不多半年了, 超過半年了 要搞半年了, 裝修 真的沒有收入 沒有了, 每個人都沒有 就是吃之前自己找到的谷種 大半身是給了這裡 未來我希望可以退休了 你不做我們會…失落一點 我就把他瘋子當八婆 其實大排檔 基本上是一個很細型的一個排檔 就是說有四枝柱 大概是一個人的闊度 可以手可以拿到的 就擺上廚具和煮食的一些路具 這個就是基本的結構 其實大排檔是一個很濃縮版的 一個這樣的飲食空間 因為最主要就是 他開檔的時候 好像一堆花一樣開了出來 周邊的空間 就可以擺放不同的桌子、椅子 將營運面積擴大了 清晨時分在石潔尾街頭的 鐵皮茶檔準備開檔吧 這個大排檔已經有五十多年了 其實我老公小時候就在這裡長大 在這裡一直幫爺爺 其實我自己是嫁給我老公之後 才在這裡幫忙, 也有十多年 這一檔我吃了很多年 我早上要照顧小朋友上學 送完他上學後就… 因為學校在附近 然後就會拿過來拍下來 然後就在茶檔吃麵 這一檔的特色是什麼呢 應該很少了 還是用鐵皮屋包著整個店 每天開檔就擦掉鐵皮 整件事是很上一代的香港 這檔子是很上一檔的 阿慧哥在這裡開了幾年? 這裡也有五十多年了 是, 阿爺做下來的 做到就傳給叔叔 給我叔叔做 然後叔叔不做就到我做 我一直保持這個樣子 這個烏斯登丹? 對 一定要有這種感覺 是, 是這些才有大排檔的感覺 好像沖奶茶一樣 其實我初初嫁進來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我爺爺經常教我 怎樣沖一杯漂亮的奶茶 他經常說水滾就茶漂亮 水一定要沖, 沖出來的茶才漂亮 其次就是我們的茶葉 是我們用人手拌的 就是自己避製出來的茶葉 他教了我很多次 現在沖奶茶 客戴我的杯奶茶好喝 我就很開心 這一磅的麵檔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有很多麵鹹 就是不同的味道, 你喜歡走過去 你想選哪個麵 就你自己選給它 第二就是他們的豬扒 你看到豬扒是炸的 外面會脆, 裡面會爆肉汁 首先就是我們即叫即炸 不會像外面一樣炸, 再放熱 很多客人都說 我們的豬扒是外脆樂圓 還有一件, 如果你不想吃麵 這裡是小友的麵檔茶檔 是有飯吃的 他那些芙蓉蛋飯很棒 你看到這裡煎的芙蓉蛋嗎 很好吃 如果你說我送過這麼多大排檔 以及我去吃這麼多大排檔 這裡算是傳統的 因為有很多地方都改了 有些瓦頂和有些冷氣 我看你剛才煮東西吃的手勢 是你自己學回來的 自己學回來的 對, 自己研究一下 你知道很多網民都很喜歡你 說你煮東西吃的樣子很有型嗎 是嗎? 有些人說我像跳舞 為什麼呢? 沒有, 沒什麼原因 不是專程的 不是專程的, 自然的 又不是扮型的 不是扮有型, 自己是這樣 這十幾年, 你覺得去維持一個小檔 容易嗎? 不容易, 其實真的辛苦 天黑就出門口, 天黑才回家 你說多辛苦, 多長時間 每天早上起床開檔 往時要五點多起床 對 一個星期就開足六天 六天 是星期日休息一下 沒錯 我看見你太太, 小朋友都在店裡 對, 你沒辦法 你小朋友家裡沒人照顧 就要下來這裡看著他 教他種課, 然後這樣 小朋友其實學習快的 他有樣學樣就說 他真的會自己主動幫忙 我想問一下 我看到你們倆經常都在這裡 又熱又等等 不如回家吧 對, 如果我回家, 那就沒人幫忙 因為你怕他們弄不住 所以你就要留在這裡 但我看到你們在這裡做功課 在這裡溫習, 很吵, 人們走來走去 會否影響你們溫習 我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 弟弟呢? 也是 不覺得很吵嗎? 不, 想不想自己的小朋友 去接手你這一檔的生意嗎? 最好就不要, 這些朋友太辛苦了 對得上他們比較舒服 找一些舒服的東西 我當然希望 可以現在還有那二十多檔的大排檔 可以繼續保護住 我想有些人真的想繼續開檔 去維持自己的生活 維持一家人的收入 日出而出, 日入而息 我覺得這還是香港人的精神 你們長大了, 想不想去接手 去幫忙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有人成全去 那就很慘了 如果沒有了, 有點失落 因為你還有很多街坊 也希望我們繼續營業 暫時也會做的 你也要賺錢, 對不對? 做到我們下一代不肯做為止 就算了 銀納街頭幾十年的大排檔 人情味滿捨 是老街坊墜腳開親的首選 而要繼續尋找這個城市的人情味 最好就是來深水埗區到處行下 以日動西式風格的戰前堂樓 現在是中醫館 這裡最大分別有疑診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是有涼茶泡 還有有展覽區 你可以一邊看中醫, 一邊看展覽 是不是很可愛? 我起初以為是很舊的 他們將科技和舊友的歷史 融合得很好, 值得參觀 habr som, 韭叔, 一點點 對, força不在地 毋 Optim fant積, 謝謝 我小時候自己集 Attorney 第一條回憶是和爸爸媽媽去 覺得是做過 consisted數 Kate 是親自吃飯的地方 我小時候對冬菇亭的印象 我覺得自己很熟悉 因為我家樓下已經有這樣的冬菇亭 我真的認識下面的傘傘 這裡大排檔的人情味 跟開面相比, 沒得比 在老牌屋邨有個24小時 為街坊服務的大排檔 什麼時候由大排檔轉進冬菇場 其實我八爺的時間是1985年 進到這裡, 就在這裡 對, 我本身在這裡 很久了 對 三十多年了 五幾年左右, 我八爺的時候 最初在城寨那邊 設了一個小桌子來做 以前開的竹檔在這裡 下面的巴士總站的位置 初初開檔也挺辛苦的 那時候只有我八爺和我媽媽 兩個人一起做 後期房屋處拆七層大廈的時間 安置了我們在天主教後面的空地 等建好冬菇亭, 讓我們去投標 在1985年的時間, 就進住在這裡 做到現在 我聽過一個傳聞 這裡是24小時 凌晨2時可以來吃蝦餃燒賣 對, 是一直蒸的東西 變成不用浪費了人手 反正有人在, 就打開了 對 師傅十二兩小時回來做點心 半夜的時間就有宵夜餐 宵夜和我們大部分都是做的士 或者巴士、小巴士 收工那一堆 到下午, 就在廚房那邊開餐 每天睡幾個小時, 其實我們做大排檔 我沒有那個時間標準 一起來就會回來立刻工作 心裡好像掛著檔口一樣 大概每一天我回去洗澡 大概兩點多三點鐘 如果我起床的時間是七點多鐘 起床, 梳洗完之後 八點多鐘到街市 在街市逛了一輪, 之後才回到店鋪 隨著時代變遷 東古亭經過四檔合一 重新裝潢 舒適度和衛生情況都改善了很多 這裡我來這裡二十多年了 立刻拉的, 腸粉 很可惜, 沒了, 沒得吃 很可惜… 這裡真的有些雀躍 大家有些傾談, 又可以吹水 通常下來吃腸粉 或者蝦餃 來吧 麻煩你, 強哥, 麻煩你 有些老人家, 手機 現在疫情又說下賽什麼, 她也幫忙 不幫忙, 他們不能進來坐 我們不是說來光顧, 實在是一種感情 這個美姐, 美姐你來 美姐又好聊, 好人事 做事做得辛苦是沒問題的 跟客人聊聊天, 開心一下 就可以舒緩一下自己 有…這個都不停就關掉了 有二十多年了 難的, 有時間幫忙做帽子 跟他倒閉一邊, 別弄傷 有空, 我們來吧 在這裡聚腳的街坊 有時還會幫忙維修 其實我們開大排檔 很多時候他們收工回來 有很多怨氣 或者做完事不開心 在大排檔, 其實他們大家在這裡聊 發洩完之後, 回去睡覺第二天 開工很舒服 我很欣賞老闆 會跟食客建立一個關係 會想疼愛客人的心態 但我想很多行業都沒有 有什麼令你最深刻的經歷 最深刻就是… 你試過有事 很…很有情緒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強哥立刻幫忙叫白車 如果那一刻沒有老闆幫忙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生活上遇到不開心 都可以跟老闆分享 如果普通的連鎖店 即快餐店買完就… 他都不記得你是誰 Harry媽媽, Harry 跟適應聊天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很有仁情味 你就看得出他們好像家人 而且他們真的很熟悉大家的感覺 我從小到大一定吃咕嚕肉 炒蜆 這些都是我自己很喜歡吃的 通常一個大排檔或一個現在的店 通常有多少人在炒時間炒呢 看到我們有三隻鑊 是 三個就是賣老 是 三個 另外有兩個就是在海邊撿馬、打河 是 那邊有個蒸櫃用來蒸海鮮 大約六個人左右 還有一隻鑊鑊 還有一隻鑊鑊 對, 沒辦法 因為大排檔的工種是不能準備的 沒有準備工夫 你叫什麼就馬上炒… 即是馬上湯, 馬上收拾馬 馬上炒 是 通常一個平均是多久 都要蓋到一個大排檔 兩分鐘之內… 如果我們這次不是 跪廳雞都要蓋掉了 對, 蓋掉了 你說什麼, 他就準備什麼去煮 並且煮得好吃 所以覺得很神奇 我們也會不斷地去研究一下新菜式 迎合客人的口味 以前做過的鄉西雞煲也挺受歡迎 來了, 老闆 這幾道菜是不是必點的? 對, 街坊多是吃BB甲 是 還有小炒王 是 海鮮都是時令的 如果是有貨, 我們一樣照樣 是, 這個我很喜歡吃 我看著它, 失勢 你剛才有沒有煮的, 你進去… 沒有, 放心 可以試試我 一定是你們 一定是這裡封閉 我看到現在很多人 其實是否疫情很可憐 疫情的時候也很可憐 開不了晚上了 對, 但現在開始復甦了嗎 是, 只有六、七成左右 疫情放寬了很多人出去打球 他們… 打完球 打完球就一群下來了 我以前在彩虹道打完籃球 也有下來了 對, 我發現一件事真的很厲害 香港文化一定要保持 你想到一件事, 這裡是沒得吃的嗎 其實真的沒得吃 這裡有打冷 打冷, 熱吃 打冷也有, 真是誇張 對, 然後點心 其實你進來, 你說一件事 每件都有, 例如雞腿、薯條也有 你刻意留難, 沒什麼可以說 喝杯了 好, 謝謝 你繼續喝道理茶 我才有酒 遇上你人生第一次喝夜茶 教你強哥 對, 第一次, 很累 乾杯…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本地文化 多光顧大排檔、東古亭 而且真的, 我覺得他們的旺氣 真的比較舊 一直做到現在 我們都是親力親為 我本身由竹檔可以做到做水壩 出粉面, 有時點心 有時幫助師傅 其實在這裡學了很多東西 做到老, 學到老 希望一直盛傳這個街坊情 一直盛傳下去 做到我們做不到事為止 這裡是另一個家 我家最開心的就是這裡 好, 走吧 屋邨東古亭幾十年來 滿足街坊吃的需要 匯聚人情味 老闆、伙計, 緊守崗位日夜拼搏 體驗了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 而雙距不遠的黃大仙廟 是很多香港人祝願祈福 心靈寄託的百年廟宇 承載著很地道的香港情懷 黃大仙給我的印象就是… 有一個黃大仙廟 因為黃大仙廟, 每一年 大家都有很多善信 會安裝這個投注香 新聞也有賣 而且很多善信都會來求籤 因為黃大仙廟 有超過一百檔以上的解籤 所以有很多香港的善信 都會來這裡拜神 入廟當然拜神 之後就去做財神宮 親手為財神爺貼金箔許願 希望財運亨通 今次來到黃大仙 遲了新東西看 就是這個信族文化館 裡面是引入互動的展覽科技 推廣地道的信族文化 不過這個場館暫時 只是接受團體預約參觀 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帶大家 遊走灣仔和深水埗 看看區內大排檔有什麼變遷 還有有什麼特別的旅遊熱點 然後我們會繼續帶來 邊廣告